南方镇掌天王 你看镇掌 名字有意思 镇掌天天有进步 天天有长进 这叫增长啊 大乘佛法不是叫你保守的 得心要天天进长 学问要天天进长 事业要天天进长 你的生活品质也要天天增长 特别是这个意思 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你看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宝剑 剑代表智慧 慧剑断烦恼 修业障 都比较这个意思 所以南方天王代表 只有智慧才能帮你增长 方方面面呢 日新又新呢 今天讲进步啊 没有智慧不能进步 没有智慧的进步 会带给你在那 智慧的进步啊 带给你幸福 带给你快乐 不知道自己过时 你就不能改过 不能改过 你就不能进步 什么人进步 佛法将尽静 知道自己过时 天天改过 那个人才有进步啊 一天不知道过时 一天不改过 你就留在原地 一踏步 你们已经 真正学习的人 天天反省 找自己的过时 天天改过 把自己过时找出来 这是智慧 就是张家大师 给我说的 看破 把错误改过来呢 这叫方向 你的功夫 才天天往上提升 才天天在进步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尽量减少 希望直出 这个错误的观念 要降温 智慧就增长了 烦恼亲智慧长啊 烦恼亲一分 智慧就长一分 烦恼亲两分 智慧就长两分 它是个相对的 因为烦恼亲智慧长 随佛法的修学 你才真正得到 法喜啊 叫法喜充满啊 这个就是 人生真正的享受啊 每一出三界 也得小的享受 三界里面之路 如果真正能够断掉的时候 那是一阵法界之路 都在放下 要不放下了 真人士的受用 得不到 从哪里放弃呢 这个跟医生治病一样 你哪一种病重 那要先治 那个要命啊 先救命啊 那个不重要的病 等你重要的治好之后 慢慢再止气 每个人的病不一样 譬如 有人贪心很重 那就先治贪心啊 怎么修法呢 修博士 把贪心放下 成慧心最重的 要修忍辱啊 与此心很重的 要学智慧啊 你也找到一个对质的法门啊 自己认真去学心 他就真有效 总而言之一句话 像夏林区老爵士叔说的 要真干 蔡冠勇 不是真干呢 很难的 我们今天修行 接待 精神提不起来 什么原因 业障深重 在我们自己这业生 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体验到 业障要是消了一点 精神就能真做得起来 御师真修 业障啊 你也年轻 你修行有进步吗 功夫好点 越越有进步 这个进步 我们不必去问别人 自己知道啊 这个自己 轻深的感受啊 越越境界 都一样 越越 烦恼情 我这个月 比上一个月 烦恼情 我常常讲的 这是最容易检查得出来的 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五六六成 贪嗔之门 你就想这个 其他的太微戏了 太广大了 我们想不到 我们就想这一点 我常常教同学们 这十六个字 你拿这十六个字 就反省 今年跟去年比较 现前跟上一个月比较 如果你一反省 一比较 真的清 少了 只会增长 为什么呢 从前看经 看不懂 不知道什么意思 看诸解 也看不懂 现在慢慢的 能看懂 从前听经 听不懂 好像是听懂了 真的没听懂 现在在听 忽然懂了 明白了 就是这个现象 这是好经济 最重要的 不能中断 你中断 你的智慧 退转了 你的道心 智慧 退转 你的烦恼 吸气 有增长 最怕的是这个 凡复修行 很不容易成就 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们自己要知道 退转的太厉害了 如果凡复修行 能够像善财童子一样 保持着不退转 臣服 是一生的事情 不需要 多生多久 一生就成功 善财童子 给我们视线的意义 非常深啊 他在那里 现身说法 告诉我们 一生成就啊 没有冲的 不能回头的 不能一觉奉行的人 这个事情就难了 深深知识 真地是 无量节又无量节 不止三大二十七节 方先生所讲的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话真的 不是假的 最高的享受 不是明文理啊 给诸位说 是精神的享受 这种享受 一般人 无法想象 中国人都说 讲 孔言之落 孔子 生活很清楚啊 一言回是标准的 贫贱之人 吃饭你看 你也饭完了没有 用竹子编个篓子 当饭完 喝水 茶杯没有 用个葫芦搞个瓢 淡湿瓢 富子赞叹叹叹 别人要受这种生活 就不堪其佣 可是 婚言不该起落 他落的是什么 落的是道啊 烦恼天天少啊 智慧天天增长 怎么快落呢 宇宙人生 一天比一天清楚 一天比一天明白 不像世间人 世间人糊涂啊 不知道啊 所以最深梦死啊 那怎么会一样 你看 世间圣人之路 一般人都不晓得 佛菩萨之路 谁知道啊 欺辱境界的人知道 释迦牟尼佛 三一一步 一无所有 世间最快乐的人 那种享受 真的是至高无上的享受 要不是这样的享受 他为什么不做过往 他是王子 他不出家 他继承王位 他过往都学掉了 过往没有学佛的快乐 没有学佛那种的受用 道理在此地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